所以我想要補充一點就是說 我覺得可能也不見得像 復仇者聯盟這麼的一個陰謀論 但是我覺得確實 大家其實都很同意是司法 真的要去司法改革這件事情 要符合人民的期待 那我想提幾點就是說 就是剛剛林警方委員提 林警方提到那個團體司改會 他們其實最近有在做一些草根的 一些就是跟民眾 蒐集一些相關的意見 就民眾對於司法 這件事情的最 就是最不爽的東西 在哪些 哪些 第一個 排名第一的是 偵查中的不當報導 會造成輿論公審 那第二名是媒體為確實查證 做出錯誤報導 傷害了當事人 那接下來包括是說 民眾不熟悉司法運作的事 一二都是媒體的責任 可能跟那個 有些互動關係 因為偵查不公開這件事情 基本上在臺灣基本上 沒有人在乎的 我跟你講 臺灣的司法 是選擇性的偵查公開 就這樣 說檢察官跟警方的資料 不給 那個媒體哪有資料可以放 幫案單位還會利用放消息 最近幫王進平放了什麼 純酌要好好處理 那個是最好的例子 所以媒體有說也有可能確實被檢查 體系跟司法體系利用 那就變成說 這個東西確實要改 因為確實到很多民眾造成很大的困擾 那還有包括就是說民眾 不知道司法怎麼運作 就我們就搞不太清楚 那就是 比如說連個判決書 我們都要搞 就是連律師都要看半天 更何況是一般沒有 就是沒有受過法律虛擰的民眾 那也包括是說 特別是 對 有一個很重要的點是說 目前其實法官就不適任 不合適 然後品德操守 或是法律素養 不好的法官 檢察官的退場機制 淘汰其實基本上是運作非常的差 那民眾 就是我們去開庭 有時候會覺得 連我律師有時候 覺得開庭的時候 就檢察官這樣嗆我們 法官嗆我們的時候 我們說真的也不能夠幹嘛 我們只能夠跟民眾說 好 也許你可以嘗試去申訴 但申訴之後 又然後呢 他那整個層層的關卡 因為目前 申訴就是到司法官 那個法官評鑑委員 那會成案的機率非常 非常的低 檢察官又更低 可是你要到罵三字經才會成立 所以變成說 他現在又沒辦法去調料 法庭錄音更低 法官法在星期四的時候 我跟大家報告 法官法我已經提出修正案 我修正了幾個 包括從七十六條法官的考基評定 對 現在只有兩級嘛 兩好 蔚達兩好 結果百分之九十八以上都兩好 可是人民的信任度是只有百分之二十幾 百分之八十四不信任 OK 可能嗎 所以這個我把它改為三級制 回歸公務員 另外呢 法官評鑑委員會 要增加可以 社會公職人士要過半 對 然後單位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不過半都是假的 對 這一些 那所以我們現在這個法官法在禮拜四 一一再討論 當然我一提出來的時候 單單七十六條說改為三級 是反應就反對 有沒有可能民眾可以直接去申訴 他就反對 他一反對 我說我很堅持 現在已經過了 委員會過 那另外就是有關申訴 包括評鑑 可以申請評鑑的 我們把範圍擴大 對 可以 然後呢 包括有一些律師各方面 可以直接申請評鑑 以前那團體嘛 被害人這些 我們把這些加入 然後這樣子可以加速淘汰 這些不良法官 對 法官要維護人權嘛 這維護人權也是很重要他的一個任務之一 如果碰到洪法官 我們當然就比較信任 其他的 有的法官進行 那真的很離譜 講十道 所以我舉個例子 所以我那天又講個例子說 法官不是說你把時間開庭開很長拖了很久 開到晚上七八點雷平就會生氣 不一定 我曾經碰到一個士林地院 一個法官姓陳 我不要講名字 那個法官 開到十一點 結果沒有人罵他 每個人都說這個法官太棒了 因為他很認真 你講的每一件事 你要求查的 他一定跟你記起來 好法官要把名字表揚一下 不要啦 不要說 因為那人很高興 所以我意思說 他現在也不在士林地院 現在當庭長 調到臺北當庭長 後來又調走 我意思就是說 其實每一個人民心中 在跟法官在對話 他有沒有認真的 每一把尺人民都在心中 所以我在這裡講了說 這一次法官法 我們也後面包括評鑑制度 我們有大幅在修正 可是有沒有一種狀況是 譬如說避免一般民眾到進入法院之後 有點像是在中熱頭 也就是說同樣差不多的案件 可是我碰到A法官 就是 碰到B法官 我從臺北地院一直翻翻 翻到臺東 翻到花蓮 包括高院 每一個法院的判決 我都去查 罵潑婦 罵人家女孩子 潑婦 每一個都判有罪 每一個都判有罪 但是只有一件罵潑婦 判無罪 就是李慶華罵邱毅 全國 你說這個有沒有政治意識 可是平常的所有的案子都是一般小 我很好奇他審判那個判決書怎麼寫 是啊 所以都是一般小老百姓 只有這一件是因為是政治人物 可是這件判無罪 我夠離譜啊 法官檢察官揣摩上意 就是說他們可能為了自己升遷的草良 沒有政治意識 我要問這句話 蠻有意思的 不揣摩上意的下場 就是跟洪櫻花法官一樣 一天到晚放炮 還寫文章 對不對 還出來開記者會 那不讓你死 要送給他 所以司法院的政副院長提名員 如果他們也是看上意而行的話 那麼不就現在這個高層說 你可以整人 你就整人了嗎 下次說你要清廉 你就清廉了 那那算什麼呢 對啊 洪法官怎麼改 所以我我還是要一再強調 就是說 再強調一下 剛剛那個愛因斯坦所講的嘛 就是說你對權威 未見思考的尊重跟服從 就是真理最大的敵人 那如果說 如果說政府院長 他的風骨 堅不起說 他是不是有勇氣 不畏風雨 不畏上級的這個權威 然後願意勇敢的 來確保司法正義 來護憲 來護憲守憲 這樣的人才有資格 這樣的人大概都在地方法院 都在外島 或者是在田園地區 擔任大法官去 併任司法院政副院長 那司法改革 就像我剛剛提到 我在九十九一三週報提到的 要符合人民的期待 這就是要回歸憲法的層次 那回歸憲法層次 你要先回歸大法官 兼任政副院長 他是將來司法改革的龍頭 如果他們都是柔弱無骨 善觀上級臉色 我想司法改革 可能就沒有辦法符合人民的期待 如果只是看上級的臉色 或是實行上級的命令的話 那我要講 那其實在希特勒時代 所有的那些人 也都不用受審了 不是馬威元 我想是這樣子啦 因為實務上司法的要求其實更高啦 我舉那個這個日本明治維新的時候的例子 日本那個俄國殺黃的黃太子 去日本這個參訪 在上野車站不是被刺殺重傷 那當時還是第二時代 第二跟日本下令說 如果你不把兇手判死刑的話 我就一定要跟你發動戰爭 那就是要對你宣戰 那時候那個伊藤博文很緊張 首相他就去找最高法院院長 要求要判這個兇手 這個被告死刑 這個日本最高法院院長 當時回答他是這樣子 在日本國內殺人未遂是絕對不可能判死刑的 所以又這樣子就很明白的把他回絕掉了 所以當然當司法官要當得很困難 在司法界大家要有這樣的風鼓 如果這變成我們的文化之後 臺灣的司法才會有希望 如果我們還是說制度很重要 我們制度當然改革 但是在司法界裡面 你這個人的這個風鼓跟文化 也是要形成 所以這兩方面互為 互相會有交替 我認為未來的司法改革 因為要人民參與審判 所以制度會往前走 那但是你看這次的提名的院長 副院長他也是實務界出身 等一下你要談到說 有某一位檢察官 檢察首長出身 那再加上之前已經同意在之前 這個馬英九時代的吳承環 還有一個最高最高法院的法官 這個大法官十五個人裡面的實務界 未免太多了吧 這樣子的大法官坦白講 在世界是少見的 我們這大法官如果從通通大多數都來自食物界 他那個在解釋憲法上面 在保護人權上面可能都會過於保守 那當然這個是總統他得去思考的問題 另外立法委員就是根據我們的職務 我們會好好地做審查 那將來在盛盛的行使我們拿一票的同意權 我們能做的是這個 那這一個方面大家都是要有自知識 大家互相來鼓勵 可是為了要淘汰不好的 我是非常贊成法官法要趕快修正 為什麼法官法是第七屆立委的時候定的 那個時候是民進黨只有二十七席 所以你就知道那個法官法 我們那時候 我跟時期在主持政治現場 那時候在主持一個廣播節目 叫大餅包小餅 我們曾經評論過 說這哪裡是法官法 這叫法官保護法 完全就幾乎沒有淘汰的可能性 所以我是覺得說 既然民進黨多為多數黨 將來我們會趕快來把法官法 裡面的這些淘汰機制 對於不良法官的這些方式 包括您剛剛講的說 是不是要 評鑑的範圍要放大 然後如果評鑑成績不優良的 那個淘汰的那個 當然要更嚴格 這樣子的話 我們覺得至少有外部的力量來監督 讓這些法律人要在本身 這些實務界人在從事他的工作的時候 要審慎而小心 OK 好 來這個金總編 有一說 我覺得我覺得真的要改革 這個改革的團體 要把反派找進來 就是那個超級大反派 也許平常在這個當權者眼中 這些人是非常刺眼的 恨不得把他給避了 但是這些人往往是那個 那個國王的新衣裡面 那不穿衣服的小孩 剛剛許委員講的就是最重要的問題 法官心裡面有沒有政治掛帥 對 這個是台灣的大問題 法務部長邱泰山自己講的 他是其實是替檢察官講話 他說我們的法官 這個沒有全部都是藍色 但是有七成是討厭率 七成討厭率是不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所以剛剛那個律師講的要取消司法院 為什麼呢 就是要打破這個結構 陪審團制提出來也是要打破這個結構 那到底要怎麼打破這個結構 剛剛這個士奇講的就是我聽到了 就覺得系統的可怕 沒有人可以改這個系統 連總統都不能改 不要忘記蔡英文行政 他是有史以來最有權力的總統 比李登輝還強 沒錯 他如果連他這樣的強 碰到這個司法的鐵匠 他都不敢碰 也要照裡面的人去爆破 那我覺得他愧定選民 你先聽我講 我覺得我們現在司法改革 我們現在講的有兩塊 一塊就是法官這一塊 要怎麼改革 剛剛這個吳委員講 司法官訓練所 其實那是一個黨國司法官訓練所 沒錯 參加過的人都知道 那我們要怎麼解決 我們有兩塊 一個是法官的產生的問題 我覺得美國的選舉制度可以借用 他們的這個選舉 有三十五個州 是全民普選 對對對 然後有議會選舉有四個 行政首長任命 然後議會統一的有四個 還有一個秘書理事的 他有兩個法律的協會選出 加上一個院長 七個人 然後選出 另外一個是把這幾個 通通放在一起 就佛羅里達州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司法是最沒有民主化的 這個這個耶魯大學 有個教授叫做比克爾 他這個叫做畢克爾 他說過 說不論在理論上 或者在實踐上 選舉程序 都是民主政治的核心機制 沒有是任何東西 可以超過這個變形 可以超過這個變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